嗨,大家好,我是豆点 今天我要用花姜豆来做一个姜豆包 第一步咱们先把盆中加入面粉 倒入酵母粉,加入温水把酵母发开 慢慢的加入到面粉中 然后下手和成一个光滑的面团 然后下手和成一个光滑的面团 好,和成一个光滑的面团之后 咱们盖上保鲜膜,饧发至两倍大 发面的功夫,咱们把花姜豆先淘洗干净 加水 我们把这些空的烧浮在水上的不太好的豆子都捡出来 多淘洗几遍 经过好几遍的淘洗看一下 咱们的豆子已经洗得非常干净了 下面咱们把洗干净的豆子放入高压锅中 咱们加入一块老冰糖 加入一块老冰糖 加入一块老冰糖 加水 就熟了 放在这里晾凉 看一下咱们的面已经发好了 看一下咱们的面全是蜂窝状 下面扒到案板上 下面咱们把面粉揉搓排气 咱们的面粉揉搓排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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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谢谢 按摩 往前摷你的摸 Squeeze domination 但是 不需要刷 Garg 好 不需要 ix 咱们把下好的剂子擀成中间厚两边薄 下面咱们开始包 你包子好丑啊 我自己都觉得好丑 因为我包的豆子比较多 所以这个不太好包 先这样封口 然后这样做一个花边 这种方法对于新手来说非常有用 既实用又美观 就能包入更多的豆腺 然后这样 然后这样 把花包放入蒸屉中 我们放入蒸箱 先发酵三十分钟 然后蒸四十分钟就可以了 咱们重复步骤 把第二锅也做了 看一下咱们的馒头已经蒸好了 出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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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得更香 最好 不错 这鸡蛋 要从小吃到现在 好吃 嗯 不错 很甜 不错 很甜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